我不行了 歡迎來到今天的觀察年紀畫 今天是一集DIY 手作低焦 就是因為我妹 她有在玩這個東西 所以 她之前做了很多可愛的小書籍啊 杯墊啊 很可愛的東西 這一整座都是 這種可以搖的啊 所以 我知道大家很喜歡那種 沉浸式 YASMR的過程 所以今天也是我第一次 體驗做ASMR 那這個禮拜呢 我有在一個平台上面 有歡迎大家提問 就是想聊什麼 想問什麼 都可以問我 所以今天會先做低焦 先跟大家聊一聊 那我們就直接 開始 哇我好呼吸喔 靠緊嗎 靠嗎 還要嗎 我準備好了 我準備好了 接下來 結婚到電台模式 第一位聽眾朋友的問題 茫然跟焦慮是人生很正常的一個狀態 每個階段有每個階段的課題 跟你需要摸索的東西 不確定未來要走什麼方向的話 首先 你喜歡做什麼 你沒有辦法抉擇的時候 你就要去嘗試一下 然後評估你想要從這個工作當中得到什麼 可能是快樂 自在 成就感 或者是你只是想要比較高的薪水 靠你自己去感受 評估了之後 再去做一個決定 給自己多一點的時間 去成長 去嘗試去碰壁 我覺得你 你才18歲 遇到這個是非常好的機會 因為在你還沒有擁有什麼的時候 你就沒有那麼害怕失去 你會更勇敢 更有改變的機會 所以我覺得是18歲就是 去努力 去讓壓力激發出你的潛能的時候 所以 加油 應該說這幾個月的話吧 就是 Sung Wu將好鮮 與真無的 Run With Me 然後我也有cover這首歌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最喜歡的一次舞台 不是好聲音 也不是星光 是在全能星展唱的 屋頂 那場唱得很過癮 對於未來想嘗試的曲風 我沒有設定 我目前想要嘗試的是 比較宣洩情緒的歌曲 下一張專輯 最近已經開始洞窟了 應該不用再等三年 解現在往回想的話 是覺得過去有回憶 不管那時候覺得有多難過 多痛苦 現在看都覺得是 已經很美好了 以前就是會怕 沒有辦法融入啊 是心態上一個 沒有一個安定的家的感覺吧 未來要在哪裡定居 這個我還沒有什麼頭緒 一方面看工作 也看我未來會不會有家庭 因為我過去是蠻不固定的 會這裡住一下 那裡住一下 所以我也蠻想知道 我以後會是繼續這個模式走下去 是習慣這樣 還是會更想要追求一個安定感 會想一直待在同一個地方 我們過兩年再來看這個問題 開完下雨期 可能真的是睡醒還是可以美美的 睡醒就是水腫跟臉出油 我覺得我是永遠都不會對自己滿意的那種耶 我會很容易一直看著自己的不足 但是我覺得也因此 就是可以督促我不要停留在原地 一直往前走 不喜歡自己的部分 我也還在學習當中 那我覺得以前追求完美這個事情太不實際了 所以現在學習怎麼去共處 如果是與生俱來的話 那就是接受自己找自己的閃光點 但我自己也還做不到 我覺得這對我來說是非常困難的一件 所以我們一起加油 嗯 嗯 迪士尼公主裡面 我自己個人是最喜歡Cinderella 其他的夢如果跟事業無關的話 嗯 我從小就還蠻想環遊世界 跟家人跟愛的人一起去探險 Cinderella我做什麼線索 怎麼選化妝品 怎麼選化妝品 我覺得首先你個人的喜好是非常重要的 你想要選什麼樣的色系或是質地 那如果你覺得不知道什麼東西比較適合你的話 我建議可以先了解自己的皮膚 是哪一種膚質 可以去多試試看不同的產品 比如說在賺櫃 在藥妝店 那我自己的話是很愛在網路上面看別人的測評 或者是欸 跟我有相似五官 跟我有一樣臉型的人他會怎麼畫 或者是想要達到某一種妝感 又要怎麼畫 需要什麼東西 就是多觀察 多看 多練習 OK 這一題我覺得 既然你有這個想法 而且曾經有過這個基礎的話 我覺得都可以去嘗試 因為如果你不去嘗試的話 你就只會眼睜睜地看著你們越來越圓 那嘗試的話至少可以知道是有沒有機會 至少你有得到比較多的資訊 來做這個選擇 我自己是這樣覺得啦 不留遺憾 我也懂那種害怕打擾到別人的心情 但我也有試過 就真的有一天我主動關心一下對方 結果我發現一切都是我自己想太多了 讓開不准當道 我覺得可以做到這樣子很好 那我就是以前會很習慣牙抑 後來發現牙醫太久 有一天他可能會以更猛烈的方式來找上門 所以現在我就是比較遵從自己的心 覺得需要哭的時候就會哭 想要什麼都不做的時候就讓自己休息一下 當你宣洩完 或是說把那個精力放掉了之後 你自己就會找別的事情做就會走出來了 就是新加坡會有那種 精氣淋磚 然後會加在吐司裡面 而且那個吐司是又粉又綠 可以拿個榴槤口味的 真的只有在那邊可以吃得到的味道 全球最喜歡的音樂人那太多了 但是如果現在讓我推薦的話 我會推薦我的三個女神 就是Rosalia Rihanna 跟Sasha Sloan 我準備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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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夕 好可惜 哇哦 不太好 不太好 好可惜 接著 嘻嘻嘻 嘻嘻嘻 瓜子好漂亮 喜歡哦 Next 梳子 嘻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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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嘻 嘻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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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醜啊 好像發霉 啊啊這個太醜了不要了 嘻嘻嘻 嗯 正頭戲來了 啊啊好美好美 我做了一个中流星的shaker 然后我们现在要选一下里面内线要放水 这份衫之前我也很希望就是我也有点快闷坏了 那作息的话最近蛮乱的 因为一边有工作在进行当中也还要拍这个影片剪这个影片 所以你们要多看几遍 哇这是什么 哦 sticks 要放这个 哦好好看哦 我要放点金金的 要放这个还是这个 你这个很珍贵吗 都快没了 放一个啦 还要用两个啦 再三个 好就这样 金色够了 这些又是什么 那我再放一点点 巧克力呢 这次是没有 有放贝壳吗 好像可以 黑色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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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色够了 黑色够了 很麻烦 黑色够了 好看 他要送進工廠了 他把他打針了 這樣子嗎 喔這好累 把他摸一下 很可愛 這是我的寶寶 幸運 好幸運 來看這好香 好可愛喔 看這個多美 這個好漂亮喔 我妹子說很像肉 然後這個杯墊跟我想像中的差蠻多的 沒有想到黑色的層到底 這是我的梳子 這兩個有點翻車了 撞頭戲 你準備好了嗎 好美啊 我上了筆記板 它有點透明透明的 這好美 它有點半透明 我喜歡 這次很謝謝大家的發問提問 覺得這樣子還蠻有趣的 很像在跟你們聊天的感覺 再見 我沒聽到 我們再次不要看 我們到前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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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